真是一個火箱箱的保護罐 盾皮 即是在石頭上看到這個 花石 證明是有4億年的 對 哇 好厲害 Oh my God 哇 但這件事可以不妨考考你的朋友 挺有趣的 我問過很多人都沒有男人 為什麼衣服不可以拿來用 如果說中國人要沙的 在中東不停運沙出來的問題 就已經解決了 但是為什麼 那些木屋依然是這麼大呢? Hey guys,我是Sophia 今天我們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世界上 數一數二最容易去的地質景點之一 而且這個地方是擁有超過了 2億年的地質奇觀和岩石家 如果你想知道在哪裡 就記得跟著我們一起走 我們一起出發吧 Let's go 我們到了馬屎州了 有沒有看到馬屎? 馬屎州 馬屎州位於三門仔附近 我們需要到大埔區坐74K巴士 或者20K專線小巴 巴士的話大概就半個小時至8個字 就到三門仔新村 大家不要誤會 馬屎州是沒有馬屎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特別的名字呢?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在高空虎嵩 馬屎州的形狀就很像馬的屁股 所以就很生動地以此為名 看到你見不到馬屎 更加見不到馬屎 反而經常會見到很可愛的小貓咪 就像大澳一樣 成為貓之城 看到了毛毛嗎? 好乖 好乖 我們今天去的是馬屎州自然教育徑 位於馬屎州的東南面 全長1.5公里 全長1.5公里 一挪一回大概2小時左右 看到這個牌就看到馬屎州的全名了 1999年因為這個地方的獨特地質和地貌 被列為馬屎州特別地區 從三門仔新村出發 遇過鹽田仔 再經過年島沙洲 就到了自然教育徑的起點 今天天氣特別好 二十幾度 可以欣賞到全香港最古老的岩石 二碟幾的陳跡岩 馬屎州的岩塵在大概2億8千年前 即是二碟幾的時代 已經開始形成了 比豬羅紀和恐龍傳承時期更加早 所以是極具地質的價值 還有一個洞 還有兩隻很小的 你看看 是嗎 好像血管的石英文 好像血管的石英文 給一些幻想力 有少少少像男士做完健身 舉完啞鈴的血管 好man好爆炸 其實進來真的很渺少 你看看這些是一塊一塊方塊 它已經是 很久之前就已經開始在這裡 是不是兩億年的 我看它的描述就是 兩億年的岩石摸多些 哈哈哈哈 白沙特州 那個地紀錬就有四個年 其實我們一般對外公布 是二百千萬年前三文仔 但是我們近年 就找到一個證據 在山頂的 滅下來的綠石 都是有證據 證明很好的 四個年 因為同一個地層組 所以其實四個年 這個是有數據和證據的證明 嗯 蠅皮 就是在石頭上看到這樣 有花石 有花石 哦 證明是有四億年的歷史 是的 哇 好厲害 一個一個洞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洞洞 不過好像我們切開水蜜桃裡面的那個洞 多特別啊 哇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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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層 比Lady M的千層蛋糕更厲害 這棵東西又生得好搞笑 90度反轉再反轉 菠蘿啊 是菠蘿 有 有一點不像 有 麻煩跟我們說 是什麼 有網民知道跟我們說 是什麼 就是這邊的顏色 閃閃的 銀銀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呢 我們剛剛呢 就進了這個 大埔地質教育中心裡面呢 有個先生去訪的那些講解是非常之好 非常之詳細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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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東西可以學的 還有在這個位置你還可以看到 香港其中一個很出名的景點 池山寺 看到嗎 這裡的日落都很漂亮 感覺很溫暖 這次去馬士州的體驗很特別 因為你會很驚訝 看到這麼漂亮的地方 為什麼沒有什麼人去呢 而且那邊就不會像長洲 或者是梅窩 人山人海 那邊是挺舒適 可以 星期六日跟家人朋友去的地方 我這邊都有個建議 如果朋友要去地質公園之前 其實可以去參觀三門仔那邊 有個地質教育中心 為什麼呢 因為在地質教育中心裡面 有很多岩石的標本 而且有些小冊子 那你會了解到三門仔一帶的人文 的生態 的地利 歷史等等 當你收集完 學完一些東西 你再去地質公園 你會看到一些岩石 你會更加明白 其實是什麼東西 香港真的很漂亮 有很多有價值 值得記錄低的地方 包括今次去的馬士州 很驚喜地發現了原來 她的岩塵 是有四億年的歷史 新的一年 期待和大家一起去發掘更多 有趣特別的地方 我們下年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今次的影片 就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三角的沙 就是說 粒子小很多 如果你做前充物 它就不適宜 就好像指甲一樣 它整尾甲 你摸 對 要摸摸 另外原因 這裡有黏土 海沙有黏土 所以是自己 三角沙沒有黏土 我們下集中 海沙有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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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沙有黏土